民国98年6月1号 当年桃源县府文化局举办为期一个月的原住民转体特展 有别于一般常见的展示各族民生用品 这场特展以原住民神话记忆为主题 透过文化艺术的呈现 帮助前来参观的民众了解原住民各族的神话和哲学 也帮助县内各族原住民重温先人历史记忆 当年桃源县府文化局局长也和台湾原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 现场共饮浇杯酒 象征文化与艺术的结合 当年这场展览现场 除了展示各族原住民的服装雕刻与织布技术之外 还展出较不为人知的瓷修记忆 由于台湾各族原住民并没有发展出文字来记录历史 因此他们是透过这场生活艺术来展现属于各族的文化和历史 尤其是服饰上的图腾 比如这个刺绣图腾可以分辨这是属于阿美族的文化 因为刺绣里的人都是手牵手为海浪文化的象征 当年文化局表示 这场特展不仅呈现各族原住民的神话 希望能让更多人来认识各族文化 也期盼能帮助原住民朋友重新复习先人记忆 据有综合报导